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陆游的游山西村 这是一首技游诗 写了陆游出游山西村的所力所感 由衷地赞美了山村农家 这一年春天陆游来到山西村游玩 在村中农家做客受到热情的款待 陆游倍感温暖地感叹道 莫校农家辣酒魂 丰年留客足鸡屯 辣酒就是过年时的酒 因历时二月称辣月 豚小猪也饭纸猪 足鸡豚就是有足够的鸡肉和猪肉 只菜肴丰盛 不要嘲笑农家村酿的辣酒浑浊而胃薄 他们在丰年里杀鸡切肉 招待客人 菜肴非常的丰盛 把农家代客的热情 令陆游深深感动 莫校两个字 闹出了陆游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 至宝喝足之后 陆游便来到山间 悠闲的散步 山间的散步也是惊喜重重 山崇水腹已无路 柳暗花明又已村 山崇水腹就是山重叠水回还 路由在重叠的春山间 信步而行 清闭的山泉 区区折折 山境蜿蜒 正担心无路可走 呼见前面柳农花燕 又一个村庄 眼线于花木之间 真是令人豁然开朗 喜行余色啊 再继续前行 隐隐听见热闹的春舍的声音 小谷追随春舍进 衣冠简朴 谷风存 春舍就是农民春天 向设计神祈祷年长的节日 节日近时 农家都吹销打鼓 谷风存 只保留着淳朴的古代风俗 临近春舍 人们吹销打鼓 热热闹闹 与这里的人亲切交谈 发现他们还衣貌简朴 还保存着古人质朴 醇厚的风气 看着这些淳朴的村民 路由感到发自内心的喜爱 在村民的热情招待下 也玩了一天 不知不觉 以明月高悬 到了离别的时刻了 路由很舍不得 这热情美好的农家情谊 于是拉着老农的手 叙叙地说 从今若许 闲成月 主仗无时 也叩门 闲成月 就是有闲时 趁着月光出行 无时 就是随时 但愿从今而后有闲时 能趁着月光 处着管杖 时不时 倾扣你家的柴妃 再来与你喝喝酒 聊聊天 这首由山西村 写出了山西村 美好的自然风光 和淳朴的山村习俗 表达了路由 对乡村生活的 深深喜爱 和由衷赞美 在这首诗中 最亮的两句 是汉莲 山虫水赴 遗无路 柳暗花名 又一村 这句诗 不仅写出了山中 岩石清奇 水流众多 花木繁盛的自然特点 也写出了 路由山中行走的心态变化 更是蕴寒哲理 给人启发 在人生之中 也许会有山回路转 扑朔迷离 不知出路何在的迷茫之时 但或许 切而不舍 继续前行 会看见柳暗花名 一切豁然开朗 从而进入 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可见 路由这两句诗 蕴含丰富 启迪心灵 也正因如此 这两句 渐渐成为了 一句格言 流传千古 快智人口 哎呀 路由可真是棒棒的 游山西村 莫孝农家 辣酒魂 丰年流客 足鸡屯 山崇水富 宜无路 柳暗花名 又一村 萧谷追随 春社境 衣冠简朴 谷封存 从今若许 贤成月 主战无时 也寇门 好了 这首游山西村 就讲到这里 快去做题 乃金币吧